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硬件相关的 你可以解决它 相对容易 只要你有一个Windows DVD得心应手 设置BIOS 从CD驱动器首先加载 大多数PC使用FR F10 ESC或DEL键开始BIOS设置程序 寻找在BIOS设置使用程序 即标签引导顺序 启动选项或引导一个选项卡 按照指令 在屏幕上 这不正是你有 运行启动修复 从Windows恢复环境 将Windows安装光盘 放入光盘驱动器 然后启动电脑 按一个键 当消息 按任意键 从CD或DVD启动出现 Windows加载文件 蓝色显示器的出现 选择一种语言 时间和货币 键盘或输入法 然后单击下一步 单击修复您的计算机 在系统恢复选项对话框中 选择您的Windows安装的驱动器 然后单击下一步 在系统恢复选项对话框中 单击修复计算机 点击操作系统 你要修复 然后单击下一步 在系统恢复选项对话框中 单击启动修复 启动修复弹出 并检查您的系统 对于问题整理问题后 重新启动计算机 以完成修复 然后单击完成 不要按任何键 否则它将从光盘启动 启动温多斯的出现 希望这些信息是有帮助的 感谢您的收看 法奇学院 景状 订阅 分享这段视频 并访问我们的网站 Fawziacdemy.com